欢迎回来继续收看明镜电视今天大新闻 现在我们今天的第三个题目 就是有关这个新疆的这些秘密文件 现在又有一批文件被这个披露 那么现在应该说新疆的这个集中营 在教育营的这种真实面目 这种面纱在一点一点被截开 当然这个爆料人也是据说是辗转的 这个维吾尔的这个爆料人把这个文件转到了这个媒体的手中 现在这个披露这些文件来说应该说 这个可信度是准确度是不容置疑的 那么这样一来呢 中共的在新疆的做法 那么越来越被人感到的令人触目惊心 这规模巨大 所以说西方的压力也在逐渐的加大 那么有关这个话题呢 罗南先生有自己的一些分析和看法 现在我们请他讲讲 罗先生 关于这个文件泄露 我觉得这个可能不是一事偶然的意外 或者说是有什么原因造成的 那么我们知道中共的官员体系 它这个一直是在进行一种消极代工 一直是在处于一种这个暗暗的反抗的这么一种状态 它这个问题的出现不是今天刚刚发生 昨天刚刚发生 但是有相当的一段时间出现了这种情况 那么中共的官员本来他这个当官就是为了发财的 这么多年的这种所谓的经济改革开放 促使了一批人致富起来 先富起来那批人有很多 其实就是利用权力寻租来造成的 如果是单纯的这个凭经济头脑来做这些事情的话 在中国是很难获得这种成功的 如果你不跟权力结合 你想在中国获得经济上成功 那几乎是不可能的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所有的大官权贵后面 每个人都有一个这个所谓的白手套 比如说什么肖建华 比如说这个像那个安邦的这个吴小辉啊 等等这些人 包括这个薄熙来旁边的徐翔也好 这些人都会要有跟权力进行一种寻租 才能取得这个 那么习近平上台以后 甚至在习近平上台之前 这些官员们都已经非常知道 自己手中权力的这种价值 但是在习近平上台之前的 胡温时代和江泽民时代 大家都是在闷声发大财 都是各状各的 系统性的腐败 已经是渗透到中国的这个官僚体系里边 那么这个文件的外露 我觉得很大成分跟这些官员们 第一他是这个懒政待政 他也不想跟你去做什么这个 很多的这个工作 我当官就是要发财 当官如果不发财 我还不如不来 那么从习近平时代开始以后 采取了所谓的反腐 当然习近平主席用反腐的这种手段 除去了他很多这个政敌 比方说薄熙来也好 比方说对他这个构成威胁的 他认为就是能够控制这个情报系统 甚至内务内保系统的周永康也好 军方的徐才厚 可以另外一个副主席等等 全部都拿下这些人 包括对他感觉到这个位置 是团派的继任人的孙政才也好 那么这种达到了他的目的 同时呢 在全国范围里边 老百姓对这个腐败的这种愤懒 也是他需要平复的其中的原因 但是在这两种力量的交织之中 这些系统性的官员的腐败 又被系统性的 带有清洗性的这种反腐 就造成了一种激烈的这种矛盾 这种官员 他们对这种政治的体制的反抗 对于这个自己这个发财的路子被阻断 那么都有一些暗抗的方法 其中就包括把一些这个政治上的这些事情 在他认为安全的情况下边 送到这个有关的情报部门里边 所以这种情报的外泄和政策的不断的对外透露 是经常发生的事情 我认为是一个这个所谓的这个官员里边 系统的这个向外表示他 他自己不满的这么一个渠道 那么至于在新疆 这个问题就更加复杂化了 因为他牵扯到一个中共对于新疆和西藏政策的一个管理 这么一个问题 那么他背景就相当的比较深远一些 如果我们只知道在新疆有那种所谓的这个老改营 在西藏有这个对藏人的这个压制 其实我们对真实的情况可能了解的都非常还是非常的少 如果不走在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对他的情况确实是知之甚少 去年十月份我到这个西藏的时候 在拉萨街头就随便一个小饭馆里边 跟这个当地人坐在一起吃饭的时候 进来了两个人 一个是一个这个当地的警察 一个是刚刚退役的一个武警战士 两个人都是藏族人 他们都告诉我说他们周围的人 西藏人都没有护照 也没有这个港澳的通行证 就是你是藏人 这个新疆人 他们是不可以就是这个出境的 他们手上是根本没有自己的阴私护照的 当然在这个大陆的内地的这个老百姓 现在一般都有阴私护照了 就是你一个出境 如果拿到签证就可以出境 但是在西藏是没有的 在新疆也是一样 就是他们的人员之间这种流动 是严格控制在他当地的那个范围里边 那么至于说 藏人之间的流动 在藏区的流动 也是受到严格控制的 首先我们知道 如果是你是外国人 如果你进藏区 是需要这个在外事部门备案以后 经过同意以后 你才能买到飞机票 才能就飞到藏区去 就在中国的这些外国人也是一样的 就是不可以进去 那么就是藏区的人自己互相流动也是有问题的 我遇到了一个就是从四川藏区阿巴州到那个拉萨去进乡 去这个朝拜的这么一个藏民 他们就告诉我他们进到了西藏以后 要把他们的身份证要交出来 换到当地的一种白卡 就像一个临时这个通行证一样的 专门拿给我看 然后就是我们到了这儿 就一定要换到这个卡 然后通过这个卡 你走的时候再去拿回你的身份证 那么就是说在藏区里边 这些人也是不可以自由流动的 那么新疆的威吾尔族人 如果到内地去也是有各种的限制 和这个阻止他们这个自由流动的一种方法 无论是从咱们做生意也好 住旅馆也好 这都是有这些 那么所以在新疆这个威吾尔族人 他们对汉族人 也就是从内地去的人 确实心里边是有一种这个不认同的这么一种情绪在里边 在七五事件之前 我曾经到过这个 就是发生在乌鲁木齐的这个七五事件 之前的大概是十天左右 我曾经就是正好是在那期间 到了乌鲁木齐到这个喀什去旅游 当时作为一个普通的旅游者来说 我还是比较这个怎么说 就是觉得我是一个普通的民众 我到你那里来 就是为了一个普通的消费旅游观光 对你们没有什么敌意 所以我就在喀什大街那个老街上面 就他们说对汉族人很危险那个地方 我当时也没有在意 我就走来走去 拉着我那个我女儿 我女儿当时刚才只有四岁吧 然后走来走去 我没觉得 因为我觉得我就是一个普通人 我对你们没有敌意 但是那个新疆的维吾尔族人 他们不这么看 他们认为就是因为这个共产党 在新疆多年的统治 实际上造成了很多的这个贫富不均的这种现象 然后就是很多汉族人 他们认为是在那里得到的利益 新疆有很多资源 他们认为是被这个大陆人 就内地人给拿走了 被中央政府给拿走了 而新疆人的生活呢 确实是还比较的困苦 我在旅游的时候走到路边 看到一个就是戴着那种小瓜皮帽的 那个老人跪在那个路边 还在那个卖那个就是哈密瓜 我一看这跟当年的库尔班大叔不是一样吗 当我很小的时候 当我很小的时候 就是这个六十年代上小学的时候 当时讲这库尔班大叔怎么到北京去 怎么样这个在这个前年工作 来做这些事情 我当时看到了我觉得也是非常的震撼 就是这个他身上依然是穿着脏兮兮的袍子 头上当然还是戴着那顶瓜皮帽 但他的生活几十年了以后 好像还是没有得到一个明确的改善 那么同时在新疆这个执政的很多的汉州人 也做了很多很不好的事情 比如说贪污受贿 我们知道这个中国政府的很多官员都是处于这么一种情况 但是如果在内地 大家都是觉得这是一个贪腐的现象 是一个这个政治的腐败 没有人会去把它联想到这个民主之间的这个问题 但是在新疆出现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也可能对当地的少数民主人造成这个 因此在威猪人从他的威猪干部 也就是跟共产党政权服务的这些人 到普通的民众都会有这么一种反抗的 这么一种心理 当然普通的民众 这个就被到这个什么这个劳改营里面去了 然后大面积的这种管制 如果你有反抗的话 那么这种官员的话 如果你不依附于或者归顺于中央政府 或者有各种这个抵抗的这种行动的话 也可能会遭到这个去这个淘汰 包括一些学者 在这个中央民主大学的一个著名教授 也是因此而受到了很多的波及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面 这种文件系统性的这个迫害的情况下面 向外披露 或者向外总说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可能出现的事 而且现在呢不是第一次 将来也会有更多的情况 会这个会发生 那么至于这个 对这个文件的 中共这个政府文件的管理系统下面呢 它也是本身有很多这个加密的成绩在这里面的 一般的工作人员接触到成绩 和这个所谓的这个内部工作人员接触到成绩是不一样的 前段时间我们知道 这个所谓的这个吵得沸沸扬扬的 最高法院这个暗中丢失案 就是关于王林青法官在这个说在他的这个暗中里边怎么样突然发现很多文件不见了 后来事实证明我想可能就是这个事情也确实可能跟王林青法官可能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他们那些文件作为外部人第一你很难接触得到 第二作为内部他们肯定也有一定的文件管理的一种权限 第三呢我觉得就是像周强院长处于最高法院院长的这么一个位置 自己如果去动手或者只在指派这个其他人去盗窃这个文件的卷宗的话 就有点太low了就有点太这个就不常识的这么一个 因为我们知道在中共的法院 中共的各级这个领导下面都是一把手说了算 他完全有权利可以掌控到这个案件的这个判定啊 这个是否谈章枉法的都有这个法官他们自己的定 他没有什么独立判案没有什么这个独立裁决的这种能力 都是以领导的意志然后去干预到整个司法的判决 不会在最高法院这么唯一的一个这个黑水池里边出现了这么一个干净的小盆 我觉得这种可能性是不太大完全没有这种必要 但是这个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就是他的这个文件的管理在内部呢还是有非常大的漏洞的 所以这种就是文件外泄或者他的这个具体情报政策的向外的披露的这件事情呢 我觉得这个不会是第一期也不会是最后一期 今天我们还可以更多的看到谢谢 好谢谢陆先生 那么接下来我想呢问谢教授从这个角度来问 就是说现在呢西方对新疆也好香港问题也好 那么现在呢这两个问题呢已经是成为一个交织在一起 互相的有这种牵动的这样的一个效应的这样的一个局面 那么现在新疆的这个在教育营啊集中营啊目前的这种做法它的这种规模它的这种这个哪层领导发了什么样的指示啊 那么我们看到纽约时报也是说呢这个最终的还是一切的这种最终都是来自于习近平主席啊 那么就是它呢在主导着新疆的这个局势的这个走向和发展 那么对于香港问题现在也是啊也是一个中共越来越头疼 已经是感觉到啊我们看到现在最新的表态呢就是啊 啊静默中共的表态就是静默现在没有一个声音能够出来啊 来评价这个事情啊那么只是就是刚才说到的啊香港的天和地啊永远都是中国的啊 啊意思就是怎么着吧啊你再闹也就这么回事啊 啊现在就是瞒目讲理啊那么就是刚才说啊有点这种耍流氓的那种感觉了啊 啊那么现在这两个事情您认为就是说两件事情虽然两地呢是相隔遥远 但是呢这两个事情现在越来越有相互作用的这么一种轨迹您是不是这样看 呃是是这样的像刚才我们已经谈到就是说在香港呢是中共做的最蠢的一件事呢 现在就是说把本来好像原来看来好像只关心自己的一个生活经济的一些香港人呢 变成了政治的专家那全民的反共 实际上那个呃在不久前呃前不久大概呃一个月前吧这个美国总统这个彭斯 还有国务卿那个呃还有国务卿那个呃 呃 四組來自中國的代表 一個是新疆維吾爾族被迫害的人士 一個是法輪功學員 還有一個是地下基督徒 還有一個是藏傳佛教 這四個族群實際上是在中國受到最嚴重的迫害的 我們知道現在看來美國政府 我們知道香港民主人權法案已經通過 兩院都通過 在等著川普簽署 我想現在好像在關於新疆維吾爾人的法律 集中一個大規模集中一個問題也在討論 現在看來在盧比奧好像是參議員盧比奧 甚至提出了關於台灣的民主尊嚴的法律 就是允許台灣的官員在美國的台灣官員 政府官員 可以使用中華民國的一些徽章 標記等等 這些很多都是在直接對中共進行挑戰 我想西方社會顯然對中共在信仰團體的迫害上面 他們現在也不能夠忽視了 現在看來也越來越多的 我想是美國在這方面起了一個非常好的作用 就是說從總統到副總統到國務卿 都對這個問題有非常重的認識 美國還有一個宗教大使 宗教自由宗教事務的大使 也在非常關注這些事情 所以我覺得這個實際上就是說 剛才從香港的全民反迫害 到現在全世界的反對中共 反對共產主義陣營 這個浪潮已經興起 並且這個聯盟已經正在開始形成 所以我覺得中共它收到的壓力 現在不光是來自香港 來自台灣 來自中國內部 也受到國際社會 普遍的壓力 我想這個它肯定是感覺得到的 那現在這種大批文件外洩這個 我覺得這個剛才魯先生說的很對 就是說它肯定有中共官員內部的各種各樣的不滿 就是說它會通過各種各樣的渠道 把這些泄露出來 這還有一點就是實際上也說明 中共這個統治集團本身 它這個黨 它可能也在分崩離析的一個過程之中 就是說原來呢 當然共產主義的信仰早已經被這些人都拋棄 他們只是利用這個共產黨這個共產主義這個一錫皮了 劃皮了 對吧 但是現在這些之所以共產黨的這種統治還在繼續呢 從江澤民時代開始 它基本上就是用錢來維持的 用錢去賄賂 給它你無限制的可以用以錢換錢 這個全力尋租的那些可能和工具 讓它來效忠這個中央政府 以維持它的統治 你看它這個鎮壓新疆這個幾百萬人的 什麼集中研究培訓學校 鎮壓法輪功幾千萬人的那個法輪學員 鎮壓技術教徒也都是上百萬上千萬人 它是燒了那麼多這種中國的一些教會啊 教堂啊 十字架 這些都需要大量的資金來控制 資金來驅動 那現在看來呢 這個中國經濟在進一步那個在崩潰 我覺得在那個衰退的繼續進行 它錢上現在出現問題的時候 那這些原來用錢來維持的這些統治 來維持的效忠呢 也開始分崩利息 尤其是這個 這個時候呢 就出現越來越多的那種裂縫 這些文件出來呢 也就是可以預期的事情 我同意那個盧先生講法 就是我們可能會看到更多的這種 叛逃 反犯 介入文件這些 這肯定會出現的 好 謝謝謝先生教授 謝謝盧南先生對這個話題的分析和點評 那麼接下來呢 我們稍後回來繼續 今天大家進行第四個話題